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法修行咱们也有两年多了 刚开始咱们主要是以解决着急的问题 有些人各种各样着急的问题需要解决 所以咱们按时这个来开始做起来 从这个点上而入的手 但是实际上佛法修行可不是说着急的事 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问题 它是要长期勋修的 这个在佛经呀 或者过去古代一些祖师们讲的呀 都讲过这些东西 讲过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前一段时间咱们根据大家的情况 学习了英国故事 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呀 咱们学习点啥东西 前一段呢就是 当然学佛中间呢 就是自己过去的业力表现出来了 有些不顺利了 那么就开始产生出这个对佛法的不向途 或者等等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就说 就是把这个学来学英国 英国 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又发现 就是对佛法呢 还是有很大的误解 可能误解 那么比如说学佛中间 哎呀 的看法 都不是太正确 这样那样的看法都不是太正确 有的是 往往是掺杂了自己的心念 或者社会上现在很多看法 把这些都引到这个佛教里面去了 修的中间呢 有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 就开始埋怨上的佛法了 埋怨上佛了 心里产生出烦恼啊 仇恨啊 都有 或者在人和人之间交往中间 即使在学佛中间 也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想了 就是学一学 从今天学一学这个 红衣大师的 他的一些东西 这一本是有个人送给我的 他是一个理事童演讲录 这是他演讲的一个集子吧 所以这个我们学习这个 红衣大师啊 实际学什么呢 实际就学两个字 就叫修养 修养啊 学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红衣大师在出家以前呢 他从小学的都是儒家文化呀 学的这些文学呀 书法呀 诗歌呀 戏剧呀 可以说这些方面的修养 都是非常的高级 非常的圆满 可以说在人中 咱们这个社会来说 当时也算是名流了 非常的 修养已经很高级了 那么对于他来说呢 在正是从这个修养达到一个高度以后呢 他从精神层面自然就提高了 他就会发现这个社会 社会上这个修养不够了 那么就自自然然得到了一种升华 到佛法里边去探索 那么他出家以后这些年 其实依然啊 还在做修养功夫 在佛法里边的修养也是非常高的 达到很高的水平 他讲的东西一点也不高级 不深奥 全是非常浅显 谈的东西也都是修养 修养 我们知道这个佛法 咱们都不说修养 说修行 其实这个修行啊 就包含了修养 没有这个修养 我们光说修行 这个很粗糙 而且这个修行呢 往往呢 不圆满 不圆满 我们可能现在 这修行表现了 送送金呀 念念佛呀 拜拜菜 表现在这个广告 但是你如果把 不把这个修行 这些东西啊 理解呀 学习呀 融会到我们这个 这个身心内 不能够在身心啊 得到一种佛法的滋润 那你也没用 没有用出来 所以说呢 修养是修行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夫 而且这个修养的过程 往往是一辈子的事 不是说三两天的事 不是 修养的功夫生了以后 越往后 越能表现出啊 这个人 这种品德的光芒 表现出这个人性呀 佛性啊 里边的光辉 怎么表现出来 否则没有这个修养 光是修行 很粗糙 跟这些人接触呢 你可能就感觉不舒服 不舒服 表现出来 依然也有自己的什么 火质呀 烦恼啊 脾气呀 等等各方面的表现出来 但是不愿意呆 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修养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修行的过程 这个修养 不是说 谁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 或者别人说几句话就能 让你把这个修养就得到了 得不到 这就靠自己 靠自己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 红衣大师啊 他记得 我们就要学习 他这些细腻的地方 细腻 他里边讲的全是修养功 你这里边 你看他讲的 也有这些 世间法的 儒家的 都有 也有佛法的东西 都融会贯通在那里 就是讲修养 一反复的提倡 就修养 讲自己的不足 讲自己的经验 都是细致的东西 而且他的心性 我们看了他这些 演讲呀 讲的很 就跟那个 这个小河 小溪水一样 平平淡淡的就流过来了 既没有 波浪起伏 也没有 这个 这个勾勾坎坎的 平平缓缓 安安静静就流淌过来 这个就是个修养功 修养功 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我们 学习这个 红衣大师的东西 最重要的现在 慢慢的呀 大家也要往这方面 深入 深入 深入进来 不要吵挤 不要急功近利 就想着说 这个佛法 我明天 我要馒头 明天他就得办 奔出一个馒头来 明天要什么 明天必须得出一个什么 不是这样 长期勋修 用一辈的时间 凶修佛法 这就是信仰 非常重要的一个 重要一点 那么我们学习佛法 每天 诵经拜禅念佛 为什么特别强调 这个功课呢 其实也是希望 通过佛 用他的品德 他的光明 他的那些东西呢 来影响我们 这也是个 寻修的过程 但是呢 光靠那些东西呢 不够 不够 光靠佛法 是不够的 还必须要靠自己 有自己的东西才行 所以说 我们学习佛法呀 就是 到了这个阶段 慢慢啊 大家深入以后啊 就要熏熏 都要熏熏 熏熏就是功夫 功夫就这儿 慢慢一点一点的 感召呀 变化呀 表现出自己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 这个熏熏呢 往往都是什么呢 是方方面面的 无一方面 无一方面 像咱们红衣大师 咱们这个餐馆啊 进门 还有这个外边 这些对联 那个木制对联 都是红衣大师的手机 就是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外边这个门 外边拿木制 做的那个对联 还有咱们那个 入门啊 这个餐馆门前 两边那个 那个木对联 都是红衣大师的手机 你想他 书法 达到一个 很高的水准了 刚才就说过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学习 红衣大师的 一些东西啊 找了一本 红衣大师的演讲录 来学习学习 学习红衣大师 就是最重要 就是学习他呀 这个修养 修养 他在在人中 从小到大 接受传统教育 可以说对传统的教育啊 方面的修养 已经达到了 很高的层次了 非常的圆满了 对于书法呀 戏曲呀 文学呀 各方面 都是达到 很高的一个程度了 那么自自然然啊 他这个修养就进入一个精神的追求 进入一个佛教的追求了 他在佛教的追求 修行中间依然是一个修养 依然是修养 那么我们先按这本书叫 李叔同说佛这本书来学习 这里边主要是他的演讲录 前面有一本 有一个文章是他自己写的 他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我们也通过学习这些文章 来看一看 洪衣大师啊 他的这些文字 他自己的通过文字啊 演讲表达出他自己的一些心境啊 或者修养的这些程度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杭州这个地方是堪称为佛地 因为寺庙之多 约有两千余所 可想见杭州佛法之圣了 最近岳峰社要出关于西湖的真刊 由黄居士来函 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姻缘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 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 于短期间内呢 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 把那些值得追问的几件事情来说一说 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28年7月 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的光景 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 只记得有一次到永津门外去吃过一回茶 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7月 这回到杭州岛住了很久 一直住了近十年 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处在前堂门内 离西湖很近 只两里路光景 在前堂门外靠西湖边 有一所小茶馆 名景春园 我常常一个人出门 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民国初年 西湖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 那时候还有城墙 其许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 除了春秋两季的相会之外 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 而前堂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的茶客 都是那些谣传台教的劳动者居多 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 同时还平栏看着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 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 朝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 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 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 但是住的地方 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 是在该寺的旁边 有一所叫做斗神祠的楼上 斗神祠是广化寺 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 我住在里面的时候 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 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 记得那时 我义常常坐船到胡兴亭去吃茶 曾经有一次 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 我和夏缅宗居士却出门躲避 到胡兴亭上去吃茶呢 当时夏缅宗对我说 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原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 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 有说及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当时我就起了一个好奇心 想来断食一下 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 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 以为可知 要行断食时 需于寒冷的季后方疑 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做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需考虑一下 视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 当时我就和西林映射的夜品三军来商量 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胡跑寺 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我就问他既要到胡跑寺去 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 究竟要请谁呢 他说有一位丁斧之是胡跑的大户法 可以请他去说一说 于是他便写信 请丁斧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的胡跑 不像现在这样热闹 而是游客很少 而且十分冷静的地方 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 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 我还不曾亲自到过 于是我便托人到胡跑寺那边去走一趟 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 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 倒很幽静 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 而且平常时候都是关着 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 而在方丈楼上 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 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 我到了胡跑寺 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房子里 我住进去以后 常看见一位出家人 在我的窗前 窗前经过 就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 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 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 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从五岁时 就时常和出家人见面 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颤 于十二三岁时就曾学了放艳口 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 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 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胡跑去住 看到他们那种生活 却很欢喜 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 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 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书 更是欢喜吃 即回到学校以后 我就请用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胡跑寺去断食 可以说是我出家的精英了 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 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 就请了许多的经 如普贤习愿品 冷言经 及大乘启性论等很多的佛经 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 如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像 于是也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 我并没有回家去 而到胡跑寺里面去过年 我仍然住在方丈的楼下 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欣慰了 于是就发心出家 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 做师傅 他的名字叫洪祥师 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 而介绍我拜他的师傅 他的师傅是在树木场 护国寺里居住 于是他就请他的师傅回到胡跑寺来 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 正月十五日受三归一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 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 再实行出家的 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清 即学习两堂功课 二月初五日那天 是我的母亲的祭日 于是我就先于两天前到胡跑去 送了三天的地藏经 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 我就提前先考试 考试之后 就跑到胡跑四入山了 到了四中一日以后 就穿出家人的衣裳 而预备转年在梯度 即至七月初 夏冕尊居士来 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 但还未出家 他就对我说 既住在寺里面 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 而不出家 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还是赶紧 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 转年转年再出家的 但是承他的劝 于是就赶紧出家了 七月十三日的那一天 相传是大师至菩萨的圣诞 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 人需受戒的 于是由灵童庄军介绍 到灵影寺去收见了 灵影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 我一向是很欢喜的 我出家以后 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 但是总没有像灵影寺那么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影寺去 寺中的方丈和尚很客气 叫我住在课堂后面 云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惠明法师做大师傅的 有一天我在课堂里 遇到这位法师了 他看到我时就说 记忆一来受戒的 为什么不进戒堂呢 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 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的随便吗 这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 我也是一样看待的 那时方丈和尚 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 而于戒堂里 有了紧要的佛事时 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惠明法师 时常见面 但是看到他那样的 尊厚独食 却是令我佩服 不已的 收戒以后我就住在湖跑寺内 到了十二月就搬到玉泉寺去住 此后就常常到别处去 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完了 就这个 这个红衣 大师就讲他在西湖的一段姻缘 住了十多年的姻缘 出家前呢 在西湖也是教书 教书呢 也是在西湖待了很长的时间 读他的这个文字呢 很平淡 没有什么 非常的深刻的东西呀 或者说一个好奇奇怪怪的东西来打动我们 非常的平淡 这种平淡呢 有点像啥呢 咱们泡了茶了 那个茶香慢慢飘出来一点点 或者说呢 有时候 我们 现在 咱们都不写书法了 看小朋友现在写 有时候摸一摸摸呀 那个墨香 我们闻着了 有点像那种 像那种 非常的平淡 这种平淡呢 不见得说 他没有内容 没有这些 很深的东西 往往很深 往往修养很深 就像大海一样 太大了 以至于呢 这波涛啊 已经起不来了 只能看见它 非常平淡的一方面了 这都是返璞归征以后 才有的现象 才有的现象 所以我们 学习 红衣大师这些东西 看起来很平淡 学他的深入的东西 修养的东西 没有深入的东西啊 就想 有这些 表现出来 平平静静的东西 是没有的 没有的 所以 你看他 学他 你看 整个出家的心路历程 也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到 也是因为身体有病 精神 衰弱 所以学了这个 断食 断食像咱们现在说 可能也算壁骨 其实也有这种方法 咱们跑个寺院 安静的地方 去壁骨 结果一壁骨 不要紧 壁骨到没学上 寺院这些东西呢 开始喜欢上了 于是慢慢慢慢的呢 也是在家里 你看 跟我们也一样 请了好几本佛经 也开始吃树了 也开始供这个佛像了 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后来呢 认识到佛法的好处 真的就出家了 出家了 当然和他的 小时候呢 受到的影响也很重要 小时候在家里 他的 我看他别的介绍 他的年谱介绍呢 从小他是在天津 长大的 家道也很英式 在从小在家里边 也经常办这些佛事 这里边也讲了 可见红衣大师 也是福德深厚 福德深厚 没有这么深的福德 可以说也没有过去 累生累世的 熏修积累 到这一辈子呢 表现出来的呢 不可能这么的深厚 所以学习红衣大师 我们学的 慢慢就是修养功夫 修养呢 就是要把我们身心啊 这些浅薄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 粗糙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 变得细腻一些 变得空灵一些 变得沉稳一些 这都是历史上修养 功夫的都是这样来走的 都这么走的 不要着急 不要遇到事情 我们就暴跳如雷了 不要遇到事呢 直接就指责人了 不要紧 反正每天呢 无论怎么过 太阳总要起来升起来 晚上太阳总要要落山 怎么过日月 天地日月 万物 它都在慢慢流转 慢慢我们就要体察 这些大自然的运行规律 慢慢让这里的心扩大 像大海 像天空一样的广阔了 不起波澜 这个就慢慢修养功夫就有了 如果是一些的 我们来给你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你们修养功夫就有了 对